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鱼醉》 长书新原著 光合积木之作 起点中文网 喜马拉雅 联合荣誉出品 第479集 许平秋叩手 准备敲响杨总队长办公室的门的时候 突然停下了 侧耳倾听着 听到了办公室里老杨得意的笑声 他也笑了 和万政委说道 行 怕老杨给乐的 不理表彰估计是跑不了了 他能不乐吗 许平秋悄悄转着门把手 慢慢的门开了 然后两个人看到了杨武斌总队长 像个小孩一样 自得其乐的笑着 边笑还边俯了一把满是胡茬的脸 冷不丁一侧眼 看到门口的许平秋和万政委时 他吓了一跳 来来来 老杨一见两人赶紧起身 又要做事请许平秋上座 许平秋却是白手拒绝着 不耐烦地说道 得了得了 别假惺惺的 这回真不是假的 哎哟 您老手下真是有能人哪 我还担心没十几个小时省了下 结果十几分钟都用不着 你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买了几个猪腰子 愣是把那小子吓得一五一十全说了 看 已经提取到作案工具了 结合4S店后来发现的抛锚车辆 基本和咱们前妻的猜想是一致的 杨武斌坐了下来 案子推进神速 抓捕没什么难度 怕的就是找不出来该抓谁 别当事后诸葛亮了 人家猜的时候你们还笑呢 那时候不是谁也不知道真相啊 哎 既然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猜得出来 老许 这位究竟是什么人呢 哼哼 我的支援队伍里 当然是能人辈出了 老杨 答应我的事 我来催催啊 没问题 这个月就能到位 不就几辆车吗 我们会在乎那个 哎 几个组都派出去了 如果要抓捕的话 可能要惊动地方警力 这个咱们还得协调一下 地方特级没问题 刑针上如果需要协助的话 您得出面了 尽量不要惊动地方 这块蛋糕没多大 难道你还想分别人一杯羹 行 听你的 他们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三水附近 天黑以前能到深岗市 下一个目标 就是这位尹天宝了 他什么情况 说来也怪啊 这是刚刚发回来的情况 杨总队长指着电脑屏幕说 尹天宝 男 33岁 在深岗市开了一家叫迅捷快修的汽车修理行 注册资金是一百万元 已经查到了他的手机号码 银行账户 以及住址之类 翻着图片 看到这个人的住址 居然是在湖畔一幢高档小区时 许平秋愣了一下 又看到偷拍回来的照片上 这个人的坐驾是辆宝马 许平秋皱了皱眉头 杨总队长有些不解了 虽然不相信 可是应该没有搞错 和王成直接联系的人就是他 五元作案完成以后 他是乘机逃走的 用的也是假身份 这些证据 现在就够把他给拘起来 千万别相信外表的光纤 里面还没准烂成什么样 尽快把王成拿下 千万不能因为这个小卒 惊动这条大鱼 早拿下了 你那几个先本手下 我都有心思挖回来了 杨总队长笑着说道 许平秋和万政委愣了 然后相视而笑 看来前方推进的速度 已经超出预计了 嫌疑人车辆 宝马 银色 牌照联号 这辆在总队长办公室 电脑屏幕上的嫌疑车辆 此时正飙在深港式的 环城高速上 驾车的是一位男子 白净的皮肤保养良好 他全神贯注地驾着车 看着仪表 在限速80的路面上 考验着自己的技术 把速度控制在80脉 过了两个监视点 他一踩油门 顺时加速 车飙到了160脉 强烈的推背感 让他惬意地呼了一声 外行人看就拽了 那辆车像是一条银色的油龙 嗖嗖嗖高速地窜着 走的是不规则的线路 眨眼就没有了 后面隔着很远 外勤已经放弃追踪了 直霸道 这家伙车速太快 根本追不上啊 谢队 是这个人吗 错不了 没这么高的车技 都不可能在高速路上抢劫 晚上18时左右 吴宁有组同志来 一起接他们去 就在高速路口 好的 司机应了一声 按照监视获取的规律 此人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车行泡着 就算追不上 也能找得到他 车下了环城高速 驶进薛岗镇 这个和市区毗邻的地方 就是迅捷车行所在地 监视的车辆慢慢驶过 没有停留 这个车行不小 占地十亩左右 根据查到的资料显示 隐天堡是个大鼓动 谢队 有些不对劲啊 您看 监视的干警提醒着 谢兵和司机都看到了 数量怪模怪样的豪车 次第驶进了车行 司机愕然道 哇 这不是准备玩 速度与激情吧 要是就没错了 这波劫匪的特点 一是对车辆部件非常熟悉 二是车技过人 三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恰恰 也都是这帮改装车行的特点 可咱们就麻烦了 这跟踪都没法跟踪啊 不用跟 他们家也在这儿 跑不了 谢兵笑着道 台湾看了看表 距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于是就指挥着 把车停到了一家 休闲食品店的门口 伴着顾客的样子 不时地看看 车行进出的车辆 车里的警员 坐着这几天来 同样的工作 咔嚓咔嚓拍着照片 这是干什么 肖孟奇拿着手机 翻着照片 放到了王城眼前 这家伙被靠在座位上 已经没什么脾气了 哦 要堵车 堵什么 堵车 王城看几位不明白 他介绍着 这是沿海有钱一族 经常玩的游戏 从国外传量的 很多家事不错的年轻人 闲得没事 从乙车会友 发展到乙车为堵 一般情况下 挑一段公路 趁车流少的时候 几辆车堵一把 压住从数万到数十万不等 宝哥 就是这些改装车行里的一家 小有名气 我就是在当地打工的时候 为他招募的 哦 这样啊 鼠标一听 没戏了 这玩意儿他堵不了 有点遗憾的呢 要把那俩货带上就好了 跟他们堵一把 赢了咱们拿钱 又输了呢 输了 他们是嫌疑人 还想要钱啊 这么无耻 惹得其他人都笑了 于醉说道 就孙义和吴光宇 俩人来也不行 看那车行 怕是原车不带改装 就得几十万 办案经费嘛 顶多买上四个轮子 众人说笑着 自从拿下了王城 就轻松了很多 已经透露了这么多信息 王城恐怕也是走投无路 只能在这帮警察面前 委屈求全 手机递回到于醉的手里 萧梦奇小声介绍道 谢兵一族已经到位 监视了两天了 据他们说 跟踪都没办法 对方的车速太快 而且圈子很小 根本插不进去 我怀疑啊 这个尹天宝在团伙里面 是一个举重若轻的人物 你看他的身家 哇 有车有房有钱 还出来抢 这儿呢 抢劫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爱好 而不是生存方式 说不定 就为寻找点刺激 这种人可不好对付啊 肯定的 射黑背景绝对要 如果没有确凿证据 想抓都难 于醉看着发到手的资料 这个三十多岁的尹天宝 保养得很好 很帅气地站在一辆宝马车旁 恐怕任谁也想不到 这样的人 会是犯下十数桩 抢劫案子的劫匪 于醉还回了手机 又回头看了一眼 在车后座搭了着脑袋的嫌疑人 他挪起身 坐到王城的面前 出声了 哎 干这活儿 有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 再想想 两年多了 每次给你多少报酬 有时候 有时候三两万 有时候五六万 最多的一次是十万 你知道他们抢了多少吗 不知道 你说你呀 该知道的都不知道 再好好想想 阿飞 可可 都是哪人 这家伙颓废得余醉只想踹他两脚 只知道尹天宝的联系方式 而且除非上面召唤 否则他们是不见面的 顶多在QQ上聊几句 作案频率 有时间隔两到三个月一次 最短相隔不到一个月 根据这个情况 肖孟奇怀疑嫌疑人犯的案子 可能都不止现在掌握的这么多 很有可能 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案子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